謝謝 各位學員各位 大家午早 今天我來這裡最多的外國 今天算是我們上課的人數比較少 但是上課人數少有上課人數少的好處 我們可以講的比較 互動的比較 感覺上更接近一點 有的時候如果說 整個教室都滿滿的人來講 有時候真的是 我們人比較少 我想人少的這些好處 再來發覺說 好像我們今天上課的普遍 看起來都比較年輕一點 真的這裡都很好的 今天來講 這個要跟大家介紹的 我們是政府預算的審查 為什麼要講這個課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政府的預算 其實政府跟我們個人一樣 你有滿腔的報復滿腔的熱血 你沒有把它付諸實現 來講 那個都只是空想 但是你要把它付諸實現來講 個人來講 有很多事情都還是需要 要用到錢 你說我們說 錢不是萬能 但是沒錢 絕對是萬萬不能 這是我們大家都 耳熟能詳的一件事 同樣的政府也是一樣 政府你有比較大的 比較多的計畫 構想 方針要執行要落實 但是你很多地方 你的政府的推動 還是要用到 用到經費 那我們知道說 我們的政府的經費 它錢從哪裡來 政府它本身 跟我們個人的用錢不一樣 我們個人用錢是 我自己很認真 我賺錢 不就是什麼 不就是我們社長人很有錢 但是不管是你很認真賺錢 還是說你社長人很有錢 你用的錢都是誰的錢 你自己的錢 對不對 但是政府呢 政府不是 政府用的錢來講 它是來自於 我們人民納稅的錢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對政府的用錢 政府施政一定要用錢 但是他的用錢 我們是不是要更要 嚴格的控制 對吧 控制的方法 有很多 有一個就是 另外有一個控制的方法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 預算 那預算你要怎麼控制它的話 你就是要對政府就有義務 要編個預算來告訴人民 他要怎麼用錢 但是他編的話 我們政府來 我們民意機構來講 我們立法院 或者是各地的地方政府的議會 就有這個義務來審查他的預算 那我們今天來講 就利用這個時間來跟大家介紹 政府預算的審查 那政府預算的審查 其實它本身來講 是一個 其實說起來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一個東西 為什麼它是專業 它其實是我們一般會計協裡面的 審計協裡面的一部分 那會計這個東西來講 是你如果說有受過相關的訓練 你大概才會知道說會計是什麼 為什麼會計師會把它當成一個專業人員 就是說你如果說沒有 你沒有學過會計來講 可能你只有知道會計這個東西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它的邏輯 或它的表達方式 這個是我們對於這個預算來講 它本身 預算的本身是一個 還具有很多 它是屬於會計的一部分 它具有它的專業性 那除了專業性以外 會計 預算來講 它其實又是一個 政治角力的一個結果 我們知道有很多的 都是一種 那個預算在審查的話 都是一個什麼 各個政治勢力 各個政黨大家角力的結果 而且也是代表的一個是什麼 政府資源的分配的一個結果這樣 那我們如果了解這樣以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那我們今天的 要跟大家介紹的一個內容 我們首先 我們有一個前沿的部分 是跟大家 對於一些預算的這些觀念 大家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介紹 然後再來我們跟大家介紹 預算書的範例 然後再來是跟大家介紹說 我們預算 我們在常見的這些書師 那 這個書師是對我們審查 預算來講 我們可以說 這是行政單位的書師 如果換在他們來講 搞不好是他們故意的什麼 預算在編列的什麼 我們台灣還要念美角 他們搞不好就是故意要這樣的 那另外就是說 那我們預算審查的實務是怎麼樣 那最後做一個簡單的解議 這就是我想今天跟大家 共同上課探討的一個內容 那預算的前沿部分來講 我們就跟大家做一些 預算的這些基本觀念的這些介紹 那我們打算介紹什麼 我們跟大家介紹 預算的意義 預算的工人 還有我們的財務原則 還有數字會說法 還有預算資訊的架構 還有預算的有關的名詞的介紹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說 預算的意義 這個政府預算的意義 這個政府預算的意義 其實這種定義其實很多 但是我個人認為說 這是一個黃世新教授 他寫的有關預算的意義 到還算是我個人認為說 他還說得蠻清楚的 雖然是長長的一大串 但是還該講的他就這樣 政府預算的話 我們要知道說什麼是政府預算 他是指的是一國的政府 在一定期間內 為達成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目的 根據國家的施政方針 以國家整體資源 以國民負擔能力為估計基礎 所定的財務收支計畫 也就是經由政治程序 所為之國家資源的分配 那我們這個定義寫得很長 但是我想他還算是可以把我們 預算講得還蠻清楚 這個預算來講 它是政府預算指的是指一國的政府 是指國家的部分 我們知道 預算不是只有政府才有預算 其實我們每個人有沒有預算 有啊 我們每個人要不要 我們說要打算 我們的用錢要打算 要不要 每個家庭有沒有預算 有啊 我個人來講 我每個月賺多少錢 我每個月要付房租 或要吃飯 要交通 或什麼 我要不要算一下 這個是不是就是我的預算 我們家庭來講 我這個家裡有多少錢 我可能要不要買房子 還要不要存我小孩子的教育基金 要不要做什麼 每個家庭是不是也都會做這個預算 這些的話 所以預算不是只有國家 每個人還有什麼家庭也都有預算 但是我們在這裡講的預算來講 我們不是去講你個人或家庭的預算 我們講的是講什麼 國家的預算 那為什麼這個要特別強調它是國家 剛才我有講的 你個人或家庭你的錢 你怎麼用 其實那都是你自己的錢 對不對 你自己 你用你自己的錢 你自己會不會很小心 會啊 因為你自己的錢 你用花你自己的錢 你會很在意你錢什麼 但是如果政府呢 政府他花的錢是花誰的錢 花別人的錢 是人民的錢 政府的話 你如果說不給他控制的話 他既然花別人的錢 他會不會痛 他就不會痛 所以我們這個是 在講的是講政府的預算 而且這個講的是講什麼 一定期間 這個期間的話 預算來講 我們預算一定有什麼 其實我們的用錢的話 其實是沒有這實 其實我們在 我們每天的生活 其實是不是都是 生活都是這樣一天一天的過 但是我們為了要控制 所以我們這個預算來講 我們要把它分成什麼 一定的錢 你通常可能就是年度預算 就是以一年為單位嘛 你也可不可以以什麼 以半年的為單位 以三個月每季為單位 可不可以 都有啊 那不管你是用多長多久 這個都有他的一個時間的 一定期間的觀念在裡面 那他的目的是什麼 為了達成政治經濟跟社會的目的 就像我們一般人的家庭預算 可能我編預算 可能是為了要怎麼樣子 我可能我計劃五年後要買房子 或者可能說十年後我小孩長大 他需要交易經費 那些都是 我想每個預算都有他的目的 那政府的預算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為了政治經濟跟社會的目的 大概預算就是為了要做這些事情 那這個預算是要根據什麼 根據國家的施政方針啊 你要預算的話 你一定要知道說你要用 要根據什麼 然後還有以什麼 國家整體的資源跟 國民的負擔能力為估計的 你預算不可以 雖然水魚大 在你怎麼變 怎麼變 不是啊 當然你要考慮什麼 考慮就是說 我們的國家的施政方針 我們的資源跟國民的負擔能力 到底多少啊 我們可不可以編一個預算說 我們的預算一定給他編十兆 十兆都要 問題是說我們台灣來講 我們負擔得起負擔不起 當然負擔不起啊 如果說我們編十兆 我們台灣兩千三百萬的人民的話 每人來講 每個月花這個什麼 這個社會福利金花十萬塊 可不可以好不好很好啊 但問題是什麼樣 做得到做不到 不可能嘛 所以還是要考慮到國家的 跟國民的負擔能力 所預定的什麼 財政收支計劃 國家預算它的性質是一個 因為我們知道說 國家有很多的計劃 它有什麼教育計劃 什麼計劃什麼計劃 政新產業計劃 但是我們政府預算是財政收支計劃 它是政府的計劃的一種 但是它這個什麼 政府的財政收支計劃 也就是經由什麼 政治程序所為的國家的支援分配啊 這個就是我剛才有講講 預算來講 它除了它的專業性以外 它還有它的政治性啊 預算來講 一定要經過什麼 立法院的審查 那立法院其實是一個 很多政治角力的地方啊 對不對 那政治角力的地方 然後所以它是一個 一定要經過這個政治程序 那所為的什麼 國家支援的分配啊 這個我們雖然花多一點時間 好像一個字一個字講 但是其實透過這樣的解釋 大家會比較正確的來看一下說 什麼是國家的 那預算的功能啊 好 預算的功能的話 當然很多啦 但是最重要的應該是有這三個 第一個是什麼 是預算是可以強迫我們規劃啦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你要編預算來講 你政府你如果說沒有計畫 沒有規劃 那你預算編得出來 編不出來 當然你一定編出來 所以因為有預算的制度 我們就可以強迫政府 必須要進行規劃 這個規劃可能是你要規劃 未來三年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 狀況是什麼 規劃我們 我們未來五年我們的道路交通建設 是什麼 你一定要有規劃 你這個預算才編得出來 好 那第二個來講是 提供衡量績效的標準啦 我們知道說這個提供績效衡量標準的話 我們知道說 衡量你一個政府的績效 有很多種方法 那其實也是其中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 為什麼 因為預算是你政府編的嘛 那我可以跟人民講講說 當時我編要什麼 而且這個經過立法院同意 那我的執行率達成率多少 這個是不是都很客觀 所以它是可以提供一個衡量的標準 你如果說不是用這個預算的話 其實我們知道有很多衡量 是不是很主觀 比如說我們說像一般人在講說 這個審美 有的女生來講 有的人看起來就覺得有的人說他好漂亮 但是有的人就覺得怎麼 也不怎麼樣啊 那你說誰對誰錯 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這個美醜來講 這個就很主觀啦 但是你預算來講 它不是這樣 我跟你講講說達成率90%跟達成率80% 我大概沒有人會認為說達成率90%比80%差吧 對不對 我們一般來講 這種東西是不是就會比較具體一點 那所以說預算來講可以幫助我們衡量 是一個很有效的一個衡量方法 那我們知道說像我們的政府 馬政府事實上在講講說 為什麼他還感覺很委屈說 他要做到老鼻子 我們大家八歲來陷在老鼻子 他為什麼感覺是說他都那麼努力 為什麼大家都無感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他的認為他的努力 可能跟我們的期待的努力是有落差的 因為怎麼樣 你沒有用很具體的這種數字來跟大家說明 做這個衡量的標準 所以說用預算來講 它是一個可以提供我們績效衡量的 很有效的標準 這個尤其是你 預算是你自己政府邊的人民 立法院同意的 那這種東西是大家認同的 這種 你自己的東西 來衡量你自己是最有效的 以前我在 還沒當校長以前 我在教大學的時候 我教那個 教那個會計學 如果說有教到大一的出塊的時候 那我知道通常我上課的 開學的第一節課 我會做一件事 做一件什麼事 我通常會要求我的學生 就每一個人隨便拿出一張紙來 我要請每個同學都要 你來自己寫出你個人或你家裡的 表達你的財務狀況 你知道說那些大學一年級的新生進來 其實會計這兩個字大家都認識 但是有很多人如果是念普通高中的 他可能對會計只有認識這兩個字 他會計是什麼完全都不知道 然後他為什麼來念會計系 沒有為什麼 因為大學聯考他的成績 剛好落點落在會計系 他就來念會計系 不是說他對會計有什麼特別的認識 或特別的興趣 不是 你想想看 對這種完全都沒有學過會計的 你叫他表達 這個事實上是不是很簡單的要求 有時候你把你們家或你個人的財務狀況 表達寫出來一下 那學生就寫寫寫 我把它收回來 我會發現說那學生寫的真的是五花八門 很趣的 有的學生會說 我銀行存款有多少錢 有五千塊 我有衣服幾件 有CD幾片 有什麼什麼 小貓小狗幾隻 甚至可能只是他沒有說什麼 我爸爸媽媽有幾個 因為對他們小孩子才講 爸爸媽媽是他們的什麼 像他們的提款基 對不對 是不是他們的財務來源 這個寫的 我們會覺得說寫的是五花八門 是很趣的 你會覺得寫得很好玩 通常這樣子 我會把他們寫的東西把它收著 把它留著 那就開始上課 大概基本會懂的一些借貸法則 會計科目什麼 這些借貸平衡的這些觀念 上完了一年的以後 我會把當時他們寫的 這個 發回去給他們 我叫做你們上了一年的課 你們自己改一改 那一年前你們沒有寫會計之前 你們自己的財務狀況的表達是這樣 你們上了一年的課 你來看看你當時表達有哪些錯誤 那每個學生都會覺得很像 對啊 我那時候怎麼是這樣寫 所以說我們知道說 同樣的透過這些 當時自己所做的 所編的這些報表 或者是你事後 你讓他做了以後 這個我覺得說 這種的衡量比什麼 比老師你給他考試更有效 對不對 你要考慮 你說對啊 我就考不好 不不好 這種東西是 你自己當時 你沒有學之前 你寫是寫這樣 那經過學了一年以後 你能不能看出你的問題 然後你覺得說 你自己進步有多少 這個學生來講 他們的會覺得這種衡量的效果 會不會 對他們是最直接的 我個人認為說 你比老師給他用考試啊 coach 考得好就好 考不好 考不好就不好 學生說他考不好的話 不一定會都是學生的錯誒 搞不好還是什麼 還是老師題目出的不好 會不會 這個我們都當過學生 其實我們也都知道 學生一定是這樣子啊 而且你知道說 這學生有時候 請我跟妳講理由的啊 以前 有個學生 一個男生 我覺得很調皮 他還跑來跟我講 老師老師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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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會計考不好 這個 老師 你要知道我們的原因說 因為我就是因為我數學不好啊 所以 我數學不好 我如果數學很好 我就會唸自然主 我就是因為數學不好 所以 我高中我就唸社會主 當然就來學 所以 所以我 這個 他跟他說幾百百百 要講的 他的目的就要跟我講 講說 我不要把他當掉啊 他在找理由啊 他說幾百百百 我就跟他說 讓他講完了以後 我就跟他 他就說 老師我數學不好 我就比較傻 所以說 你不要那麼嚴格 不要怎麼樣 不要怎麼樣 我通常等他講完以後 我就會跟他講講說 你有沒有比較笨 我真的是看不出來 因為他看起來一點聰明像啊 你真的你的臉 也沒有寫笨 沒有寫笨這個字啊 你有沒有比較笨 我真的不知道 你說你數學好不好 這個 我可以跟他講講說 我學會計 學這麼久 學會計跟從事會計工作 好幾二十年了 我認為說 會計所用到的數學 只有用到什麼 用到加減乘數啊 我們在座有沒有學會計的 有啊 沒有啊 不信你們去問說 有學會計的人 或者是做會計的人 你問他說 會計有沒有用到什麼 什麼高升的數學 沒有 真的是只有用到加減乘數 只有什麼 只有在那個管塊的經濟採過 還有用到什麼 用開根號這樣子 大概最多就用到這樣 也連賽可賽什麼都沒有用到啊 我說只有用到加減乘數 你跟我講講說 念到大學的 再跟我講講說 你加減乘數的數學不好 那我覺得 那不是你的問題 那是我們國家教育的問題啊 這個就是 看有沒有好一點 他在講這 我說只有用加減乘數的話 這個怎麼會 這怎麼會是數學 跟數學有沒有關係 這個我跟他這麼講 他這麼講 但是你要知道說 會計來講 這個東西是真的是 你 他所用的數學 數學是不多 但是你如果說 真的會計 你如果沒有寫好的話 還真的是 是真的是 是不好 是真的不會就是不會 真的我還有 曾經有遇到過 有那種學生是 從教他 他是 大一的時候 初快就被當掉 他就考不及格 中快也又跟著不好 那高快 一路一直 他 他有個特質就是什麼 只要逢快必當 像這種學生的話 通常 有的時候我會給他 如果說真的是 例如說 你家學家兩百里沒差 那如果說 有些男生 如果個性 稍微比較活潑 或者長相 我會鼓勵說 你甚至 你去考當空中少爺 空中小姐都還不錯 這個是我們講 是講會計的話 你在講衡量的時候 像我的經驗是說 像學生來 你就是用他自己的 一開始的表達 跟他學習以後 他自己來 衡量他自己的績效 這個是不是最有效 而且那種感覺的話 他們會最能夠接受 那除了說這個以外 再來的話 第三個功能的話 就是有助於溝通 我們知道說 這種溝通的話 有好多種方法 因為不同有不同的溝通話 但是預算來講 他用什麼來溝通 用數字來溝通的話 它是一個比較有效的 一個溝通方法 因為我們知道 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領域 會計他溝通的話 會每個人的認知 但是會計來講 這種溝通就會比較明確 這個以前我在看電視 我看過 有個詩人叫什麼 宜光中 我們都知道 有的時候他在電視上寫說 有一個節目他寫的講這種 午後的廈門街 他的形容 介紹這個廈門街 他是午後的廈門街 他說 這個午後的陽光照在那隻什麼 那個小狗懶懶的腿上 什麼什麼 廈門街什麼 我就開始在講 廈門街的話 在補亭區我去過 廈門街怎麼是他講的這個樣子 像我們寫會計 我會覺得說 廈門街那怎麼他 人家他寫起來的廈門街 怎麼那麼漂亮 那如果說像我寫會計的人 我來跟你們各位介紹這個 廈門街我會怎麼介紹 我可能會跟你們講說 廈門街位於台北市的什麼 東南方 或位於台北市的古亭區 是一條長野五百公尺 門牌號碼幾號到幾號 那他門牌幾號的時候 他的門有什麼東西 幾號的時候有什麼 聽起來是覺得說 這個學會計的人講的 是不是很沒趣 跟人家那種私人講的 同樣在講一件事情 是不是完全是不一樣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說 如果我這種方式的跟大家介紹 大家會不會很清楚 大概我在說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廈門街是一條長野 差不多五百公尺 或多少公尺的街道 我說五百公尺 你大概不會把它想成說 是一條很短或很長的路 對不對 那門牌幾號到幾號 是什麼樣子的什麼樣子 是不是你們都很具體 所以預算也是同樣的 預算它是透過會計的數字來講 它可以幫助我們來做這種有效的溝通 那我們了解的預算它的功 我們接著要跟大家再介紹一個就是說 我們說預算來講 不是只有剛才有講 不是只有政府才有預算 或者是說像有各種的財團法人基金會 我們這些都叫做什麼 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 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最大的不一樣在什麼地方 我們剛才又講了一下 我們知道說像你個人或者是家庭的理財的話 個人的理財 有一個很大的特質就是說 你用的錢你理的財是誰的 是你自己的對不對 你這個理財的效果好不好 這些盈虧是誰 你自己要承擔對不對 你錢賺到的錢是誰的 是你的 如果虧的話有沒有人會幫你賠 沒有 這就是個人理財一定是這樣 但是公共理財呢 公共理財它理的是誰的錢 這個是大家的錢 比如說像政府也是 政府的財政也是一種公共理財 那政府如果說錢花的不夠 或者是投資錯誤或失敗了對不對 那總統需不需要拿他自己的錢來賠 不用啊 那個賠就是由誰來賠 由我們納稅人大家來賠對不對 那如果說政府做得很好呢 好處是不是只有總統享受 不是我們老百姓也會得到好處 所以這個是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 他們的本質是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在這裡 那在這個不一樣之下就發展出來 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的這些理財原則的 基本的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啊 這個個人理財來講我們很強調的就是說 怎麼樣量入為初的理財原則啊 你一個人來講你如果說是賺一百塊 你最好一個月賺一百塊 你最好一個月是不是花八十塊就好 最多最多你也只能什麼 賺一百塊花一百塊 你能不能賺一百塊花一百五十塊 不可以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花一百五十塊 花超過的話你一定錢不夠用嘛 一定會破產嘛 如果說你有朋友的話是那種 他自己是入不敷出的 他完全都不考慮到量入為初的話 那你有這樣的朋友你要怎麼辦 趁早離開他為什麼 因為他早晚會缺錢他會給你借錢 然後到時候就借錢不還了 那這個是個人理財一定要很 我們知道說在個人理財 我們很強調的是量入為初的這種理財原則 但是在公共理財呢 我們來講我們不是強入量入 而是量出為入啊 為什麼要強調量出為入 因為公共理財他 既然他這個錢是來自於大家 但是這個他要考慮的 就不是說有錢沒錢這件 而要考慮的是什麼 你這個支出的必要性 是不是合法性或者是正當性 反而就是要考慮的就是什麼 你這個支出的必要性 我們知道說政府來講 政府的支出不能夠說以沒有錢 政府的政策不能夠說以有錢沒錢來決定要不要做 如果說這個事情是一定要做的話 那有錢沒錢那是另外在想辦法 所以說我們對於公共理財的話 我們不是考慮他有沒有錢 而是要考慮說你這個支出有沒有必要 這個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這個小 我們現在小朋友是什麼 六歲念小學嘛對不對 這個民國今年是那個103年對不對 103今年要 今年的小朋友是應該是民國97年次的小朋友要 那今年是不是要到念小學一年級 那政府能不能說我們因為我們財政困難 那我們真的沒有錢 所以我們今年民國97年的小孩子 我們就怎麼樣 我們就不要進小學來念書 可不可以 因為你這個小孩子的念書 這個你政府有錢沒錢 這國民的基本教育是你一定要做的啊 你如果因為沒有錢就不給他們念書 那以後影響是什麼 我們的小孩子 民國97年這一代的小孩子 搞不好會文盲的大量增加 那我們國民的數值會不會降低 會降低 所以政府的話不能夠說什麼 以沒有錢就不做一些該做的事情 而是我們要注意的是說 你這個事情是不是你該做 比如說像這一個這個國民的教育 這是你不做不行啊 不做會影響到我們國民的數值影響嗎 那你想說那這樣但是真的 政府沒錢怎麼辦 政府沒錢的話那是什麼 那是另外一個要去想辦法 去找錢的一個方法 那找錢的話當然有各種的方法 當然那是另外一個財政財源的 去籌籌的一個問題啊 所以說我們知道說 這一個是我們的財務理財來講 就是說分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 一個是要講的是量入為初 但是在公共理財的話 我們要強調的是什麼 量出為入啊 那既然是量出為入的話 就是說它不受到說 你政府有沒有錢這個制約的話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政府是不是說好啊那真好啊 那我錢的要怎麼開就賣不開 當然這個 所以因為它是量出為入 所以它不受到有錢沒錢這個的控制 所以說它的支出的話 就更應該受到什麼 受到監督啊 所以它的監督裡面來講 為什麼我們會特別重視這個預算的制度 就是說因為它是量出為入 所以我們要透過各種的 我們要來透過預算政策的時候 你政府的支出 你如果沒有經過預算的審查通過 你有錢你也不能用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 要有這個預算制度 那我們為什麼要進行 預算審查的一個原因 那預算審查我們要怎麼審查 我們知道說預算審查來講 我們是透過預算來了解政府 它要做什麼事 它做的好不好 那我們知道說 預算都是透過一些會計上的 一些數字來表達 那我們時常聽到 一句話就是說數字會說話 那我想請問一下數字說什麼話 數字跟我們說中文還說英文 有人跟我說 他跟我們說阿拉伯文 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們數字都是阿拉伯數字 阿拉伯數字是不是阿拉伯文 這點我倒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話 我們事實上聽到說數字會說話 但是數字怎麼說話 他不是跟我講中文 也不是跟我講英文 至於是不是那個就叫做阿拉伯文 真的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知道說 在我們台灣我們叫做一二三四 那個日本的話 同樣一二三四 他們唸起來不叫做 不唸的時候 他們一經歷上四 對不對 不同國家的語言 一二三四 每個國家都有一二三四 但問題是花音的都不一樣 不過我們說數字會說話 是大家事實上在講的 但數字怎麼說話 我們來看 我如果在黑板上秀出來說 一百七十 七十我問各位 這個數字什麼意義 我秀這個字叫什麼意義 你們一定跟我講說沒有意義 這只是阿拉伯數字有什麼意義 多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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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對 這個最少大大小多少的問題 對 這個也是對阿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再來看 如果我把數字 後面再多加一些單位的話 一百七十公分七十公斤 我問你說什麼意思 你們是不是會猜說 老師是不是要跟我講 介紹一個人的什麼 身高體重一個外型 這個 這個 以前我是在學校當校長的 我知道說 現在很多學校很多 很多女老師經濟也很獨立 各種條件都很優秀 但是有一個遺憾就是怎麼樣 這個 這個女老師未婚 我們學校女老師未婚的比例很高 這個很困擾很大 那這個 有機會阿 如果有認識 看到比較好的男生 是不是要幫他們介紹一下 那介紹的話 這個通常 比如說 我今天這個 當校長的也很雞婆 也很想做這個 就要跟我們一個女老師 介紹一個男生 那她沒有見過他 但是我要給她介紹 總是要給她一些基本資料 包括她的學經歷背景 什麼這些 那她的外型是不是 我相信說 是不是也是 對方想要了解 一個項目對不對 那她沒有見過的話 我跟她講講說 她大概長得 170公分70公斤 大概如果我給她這樣的資料 你想 這個人 我這個女老師 她可能會怎麼樣子 她沒有見過這個人 但是她腦海可能會 會判斷對方這個男生 大概是屬於什麼樣的外型 這個170公分70公斤 以東方男性來講 大概只是 算是中等身材吧 不算高也不算很矮 然後也不會說很胖也不會很瘦 大概是中等身材 但如果說 我把這個資料改一下 是180公分50公斤 那你想想看 這個女老師 她沒有見過這個男生的話 她的腦海會浮現說 這個男生大概是長得什麼 像竹竿一樣 瘦瘦高高的 或50公斤會不會太瘦一點 男生如果180公分50公斤 真的是有點太瘦了 那如果說是 我給她的資料是 160公分80公斤 那這個可能就是 她沒有見過 應該是屬於矮矮胖胖的吧 所以說我們從這個例子來講 數字會不會說話 數字可以幫助說 我們去了解 或者是我們去 我沒有見過這個人 我沒有這個 但是從一些數字裡面 我會去拼出出來說 這個人她的外型 大概是什麼樣 而且這個拼湊的話 大概比較 你不會說把160公斤80公斤 想說她是高高瘦瘦 你不會把這個什麼 180公斤想成矮矮胖胖胖 這個大概 我跟她這麼講的話 她是不是會比較具體一點 一定是不是比她 我跟她講說 她這個人身材很好 怎麼 一表人才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 等一下如果哪一天真的見面 什麼校長你講的 一表人才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會不會有落差 但是我如果說是跟她講的是 這樣的數字的話 大概 她就不會看到以後 不會覺得我跟她講的描述的 有不一樣 那這個是說我們對一個人的外型 是這樣子來看 那其實我們對一個組織 也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買股票 你去買股票的話 因為我們是買股票 我們去投資人 但是我們有沒有參與公司的經營 沒有 但是我沒有參加你的經營 叫我 把我的錢拿去買你的股票 這個我風險會不會 我需不需要了解一下 那我了解 我沒有參加這家公司的經營 我可能我要怎麼樣 我就是把公司的財務報表 拿出來看一下 這個公司它的營業額 到底是10億或5億或1億或幾千萬 我是不是可以從它營業的判斷 原來這家公司的規模大概是怎麼樣 那這家公司它的過去幾年的獲利 存益率是多少 那我可以沒判斷說 這家公司的賺錢的獲利情形是怎麼樣 同樣我沒有參加這家公司的經營 但是我透過這些財務數字 可以讓我來了解判斷說 這家公司的狀況是怎麼樣 同樣的我們預算來講 也是透過這種預算的數字 讓我們的百姓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政府來講 他的 我們透過政府的數字裡面 讓我們可以知道說 政府大概 他是要做些什麼事 這個比如說 政府行政院長他施政方針裡面 告訴我們說 他要什麼 要照顧弱勢 那你說要照顧弱勢 這個是嘴巴大家都會說 那我如果說 我去把預算數拿出來看說 你要照顧弱勢 那在我們的政府的支出裡面 你這個用在照顧弱勢的支出比例有多少 跟去年比起來是增加還是減少 這個是不是說 我就有具體的知道說 那你講說你要照顧弱勢 你這個在社會福利的支出有沒有增加 我就來判斷說 你到底是說真的還是說假的 所以說我們說數字會說話 我們就是通常是透過這樣 數字真的是可以告訴我們一些什麼 我們想要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想要了解的東西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說 那預算來講 我們預算這個資訊的架構 其實這個我們一般來講 講到預算來講 我們都是會想到 預算好像就是一個 一本預算書或一些數字 其實預算它整個本身是一個架構 它的目的我們剛才有講的 它是要達到說什麼 政府跟人民溝通的一個目的 對不對 透過預算告訴人民說 我政府要做什麼 那也是讓人民同意是說 我授錢你去做什麼 我給你這個預算 所以這個是什麼 預算的目的 但是你要達到這個目的之前 不是這樣子 上課的時候這樣一句話講的 這個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 我們要經過一些什麼 一些程序一些步驟 第一個 你這個預算一定要編制 預算絕對不會說憑空跑出來 那這個編制的話 是由誰來編制 這個通常一般來講 我們一般人來講 我們人民來講 有沒有辦法來編制 沒有辦法編制 那所以我們就怎麼樣 通常我們就是有行政單位的話 他就要負責編制 所以我們這個行政單位 每一個部門 他們都一定有什麼 有會計或主計人員 他們就要編什麼 編單位的預算 那編了以後 再匯整變成一個整個什麼 國家的年度的總預算 那這個編制完了以後 這個是行政部門 他把他們的預算編制好了 但問題是編制好了怎麼樣 有沒有效力 我們的法律規定的話 還沒有效力 因為這是錢是你要用的 那你自己編你自己要用的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我們這一個 你編制好的預算的話 一定要經過什麼 經過這個審查 那誰來審查 理論上來講 這個錢是由每一個國民納稅人 來交的 所以這個審查 當然其實是要經過人民的審查 對不對 但問題是人民是散落在各地 有實務上做得到做不到說 我們每個人來進行審查 不可能嘛 我們人民怎麼可能 大家 所以說 那沒有辦法讓每個人 我說我們的審查就有什麼 由代表人民的民意機構來進行審查 那代表人民的民意機構 在中央政府的預算就由誰 由立法院嘛 立法院就是中央代表的人民的民意機構 那在地方來講 就是說地方政府的預算就是要由什麼 地方的議會來審查 所以說我們就由民意機構來進行 來代替人民進行審查 那這個審查的裡面來講 這個就絕對不是說 只有你編好 那民意機構立法院就只有蓋章 當相片的不是 那這裡面的話就是要進行各種的溝通嘛 那溝通了以後才能夠確定嘛 這個也是我一開始就講講說 這個預算來講 除了在編制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專業的東西以外 它在審查的時候 它其實預算也是一個很具有政治性 政治角力的一個結果 因為怎麼樣 因為預算這個數字這麼大 然後這些的話 這些你這個錢怎麼分配下去的話 這個就是什麼 就代表的話你國家的資源用在哪邊啊 對不對 你這個錢的話你要用在 用在這個直轄市 還用在地方政府用在哪裡 這個就是牽涉到都是什麼 都是各種的政治角力的一個結果 影響的就是國家資源分配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裡面來要經過一個什麼 溝通的結果 所以從編制審查溝通以後 才能達到一個什麼 這個溝通完了以後 才能夠說 預算審查通過了以後 才能夠達到說 政府跟人民溝通的一個目的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 預算資訊的一個架構 好 那我們接著再跟大家介紹 是有一關 預算有關的名詞 這個其實這個我們在介紹 預算審查之前 當然有一些名詞是我們大家必須要知道 可能很多人都是只有知道 聽到 預算兩個字大家都知道 但是 預算裡面還有很多的這些名詞的話 很多人可能都不清楚 甚至也沒有聽過也不會去看過 那其實我們預算的有些名詞 有些規定 在我們的預算法裡面 都有交代的很清楚 其實預算法厚厚的很多條的話 我們也沒有必要說讓大家都來看 但是我們把其中有幾個重要的名詞 或者是大家比較搞混掉的名詞 來跟大家加以說明 首先我們來跟大家介紹 概算 預算 法定預算 分配預算 都是預算 但是這些都不一樣 他們分別有在預算法裡面 有他們不一樣的定義 那我們接著第二基金總類 還有預算總類還有預算的審議這些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 我們先看一下說 概算 預算 法定 預算 分配 這個是在我們 預算法第二條的規定 其實這些東西的話 都是預算 但是它有不一樣的意義 這個概算的話是說 各主管機關 依他初步估計之收支稱為概算 這個重點在這個估計這兩個字 概算是指的是指說 你是編輯的預算 但是你這個預算來講 只是估計出來的 所以我們不把它稱為預算 我們就把它稱為什麼 這個都還 這只是你行政單位你自己估計的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概算 那概算如果說經過實際的數字來編制的話 應該來講是不是就是預算 但沒有 預算我們講說你預算的話 還要經過什麼 立法程序 你如果沒有經過立法程序 所以在變成預算之前的話 我們就把它稱為什麼 預算案 所以概算 那接著的話就還沒有經過立法程序 就叫做預算案 那預算案來講 這個經過立法程序的公佈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所稱的預算 也就是說它的名稱其實叫做什麼 法定預算 所以這個是這三個是分別不一樣 但是它指不一樣的預算階段這樣子 概算 預算 預算案 那法定預算的話 通常我們立法院通過的話 就是你一個單位一個部門的一個什麼 一個法定預算 但是每一個部門下面有很多 那你要去執行的時候 那你各部門在分配給各單位的話 施政序要稱為什麼 分配預算 這個是有不一樣 這個我舉個例子來跟大家說明 像以前我們學校 學校是不是有一個每一年度 是不是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辦什麼 要辦招生活動嘛 對不對 那招生要不要用錢 要啊 你要找老師命題 要不要給命題會 你是不是要設考場 是不是要建設要不要付場地會 你是不是要招生要不要宣導 要不要宣導或要登報啦 或者做文宣啦什麼 你辦這個活動是 你一個學校來講你必要的一個什麼 這一個活動 你不招生你怎麼有學生 但問題是你要辦這個活動的話 你要不要用到錢 要用錢 那用錢的話你要不要預算 你沒有預算你錢能不能用 這不能用 所以我們如果說每一年度的話 我們通常我們就要什麼 我們知道說我們可能五月婚要辦招生 我們可能在上個年度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要什麼 要為了明年這個五月婚要辦招生這個活動 我們就先編一個什麼 編個預算 但問題是那時候來講 你預算來講 我們知道說預算的金額是根據什麼 一個是你的報名會跟你的報名人數嘛 報名會你可以自己說 我報名會我要說一個人說報名說一千塊 這知道 但報名人數多少知不知道 還沒有報名我怎麼知道 所以我怎麼樣 我可不可以根據上年度的這些報名人數 我用估計的數字 比如說我上年度估計大概今年應該也有一千人 所以我說一千元的報名乘一千人的話是多少 是差不多一百萬 那這一個我編出來的我的預算金的規模是一百萬 那這個叫什麼 是不是叫做概算 因為怎麼樣 我的報名人數只是我估計的 但是我實際真的報名人數多少 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那個時候編出來是一個概算 那概算編好了以後 等到這個實際的這些簡章那個花了 那學生來報名的以後 比如說實際來報名的有一千兩百個人 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要根據 因為這個時候已經不是估計人數 而是真正我已經知道是一千兩百個人 那我一千兩百個一個人如果收一千塊的話 是一百二十萬 那一百二十萬的話 這個是不是已經比較精確的數字 但是這個精確數字是不是我這樣就可以用了 不是 我還要經過一個什麼 學校有一個什麼 招生委員會的什麼 的審查 所以我一百二十萬 我調整我的概算編變成一個什麼 一個預算案 一百二十萬這個什麼 然後預算案經過什麼 經過我們的招生委員會的審查通過了以後 我才真的變成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預算或者是叫做一個什麼 法定預算 那這個通過了以後 我就可以 這一百二十萬我就可以用了 我就可以根據這個一百二十萬來核銷 我就可以去聘老師來命題 可以去借場地 可以去做什麼 做各種的宣導 做買各種的文具這些 所以這個政府的預算來講 它大概也就是需要這樣子的一個程序 再來的話就是介紹基金的種類 這個是我們預算法第四條的規定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介紹這個基金的種類 因為我們很多人來講 會以為講到政府預算就想到這是什麼 只有公務部門的預算 事實上來講我們政府裡面 它除了說行政院或各部會這些公務部門 他們在推行政務以外 其實我們這國家有很多的公務來講 是透過什麼 除了說公務部門以外 還透過各種的基金來推動 而且這種基金來講 有的時候它的金額還是非常的大 甚至都比我們的行政單位的金額還多 比如說像行政院的國花基金 或者是說我們的勞保基金 很多基金 這些金額來講有的都好幾千億 甚至上兆的這些基金 規模都非常大 但是這些的話 有沒有受到我們的預算法的規範 有 只是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可能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想到預算 只有想到說 今天是教育部預算多少 國防部預算多少 但是除了這個教育部 還有很多是各種的基金這樣 那我們這個基金的話 可以把它分為什麼 如果說什麼是基金 就是以定用途的現金或其他資產 這些都叫基金 那基金的種類的話 它可以分為普通基金跟特種基金 這是預算法裡面的規定 這個我想我們只是跟大家知道一下 我們沒有做很詳細的 普通基金就指的是說 你用在一般用途的 就在普通基金 然後 然後特種基金的話 就是用在特殊用途 那我們常見的是什麼 預算法規定的 特種基金有營業基金 那個比如說像我們的很多 國營事業 那這個就是說 你這個基金要支付盈虧的 有盈虧欲務的這個 營業基金 你要負責做這個什麼 這個營業的 債務基金的話 就是說你這個基金 是為了要用來什麼 償還負債 就像我們國家如果有建設的時候 我們給人家 比如說以前我們要蓋高速公路 我們那時候沒有錢 我們怎麼樣 我們可能給沙烏地阿拉伯借錢 那規定三十年後要還 那你要還錢的話 不是等到三十年後要還 你三十年後再找錢 你可能就要陸陸續續 就是要怎麼樣 要把錢的籌資 信託基金 就像我們現在的勞保基金 我們現在時常有很多基金 一段時間就看到說什麼 我們的基金又出問題 那很多都是什麼 在信託基金 我們政府說了很多 但是政府沒有那個能力來管理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信託出去 那作業基金的話 作業基金就是說 讓你這個能夠運作 但是它跟營業基金 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作業基金的話 它本身沒有這個盈虧的問題 這個作業基金比如像 以前我們學校 我們是一個國立大學 我們就是校務基金對不對 我們有校務基金 但是這個校務基金 我們有這個基金 來讓我們維持我們這個學校運作 但是這個學校的校務基金 跟我們中油啊 這些什麼這些基金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什麼他們那些的話 是你一定每年度要有 盈虧多少的這種責任 那學校的話 有沒有說你學校 一定要賺錢賺多少 沒有 像這種的話就叫做作業基金 那另外還有特別收入基金 還有資本計劃基金 這個都是指的是說 我們如果說有一些特別收入的計劃 像以前我們有這個什麼 我們有這些繞金捐啊 或者是說那個外銷的時候 以前在民國六十幾年 那時候五十幾年六十幾年 你外銷每一塊美金 就抽一塊的什麼 外貿基金 很多這些都是什麼 特別收入基金 那資本計劃基金說 政府你可能說 我們有規劃說 可能五年後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可能開始來籌照這種資本計劃基金 那再來來看一下基金的總類啊 基金什麼 這是預算法第十六條的規定 我們的 對不起 預算的總類啊 預算的話是我們預算法十六條 我們可以說 總預算 單位預算 還有附屬單位預算 還有分預算這些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總預算 總預算是指政府全部所編的叫做什麼 總預算 因為既然是總是 我們整個中華民國政府所編的那本預算 叫做什麼 總預算啊 通常就是以什麼 以行政院為做單位啊 我們行政院的話 那單位預算呢 單位預算是說 你這個總預算裡面再把它分到 因為我們知道說行政院 行政院只是這些 但是行政院下面是不是還有教育部 國防部 內政部 很多各部會 對不對 那這些下面的 教育啊 內政啊這些是什麼 就叫做單位預算 那單位預算來講 它可以再把它分成什麼啊 公務預算跟特種基金預算 這個就剛才我有講 我們政府的政務推動 除了公務單位以外 有很多還是什麼 用基金在推動的也有很多 對不對 那公務單位是指各機關的預算啊 這個比如說教育部 國防部 這些都是什麼 這個我們都很容易了解 是公務機關它的預算 那特種基金的話是指 全部編入之什麼 是預算啊 這個基金的話有各種基金 你這個基金全部要編入的 這個就是 那還有附屬單位 它跟特種基金不一樣是什麼 它是指你一部分編入總預算的 的預算就叫附屬單位預算啊 那所以說 我們預算可以分總預算 單位預算 還有附屬單位 這三大類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一個分預算 那個就是說 機關別的話 我們再往下面的 那個就要分預算這樣 那再來的話我們跟大家介紹說 有關預算法裡面 規定的我們這個 預算是審議啊 因為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都講說預算審查 其實預算審查不等於隨便查 其實法律有規定是說 你要查怎麼查 或者是說你要查的話 預算法賦予你一些法言的依據啊 那我們則要的跟大家介紹 預算法48條到53條裡面 它有規定我們預算法 預算的審查怎麼 第一個就是應報告事項 施政計畫跟稅入稅出 預算的編制過程 這個就是應報告的事項 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邀請怎麼樣 立法院都會邀請這個 行政院長來做施政報告 其實這個立法院跟行政院 其實他們是平行的機構 對不對 平行的單位 行政院有沒有義務 要對立法院報告 他們是平行機構 其實他們立法院跟行政院 不是上下沒有上下 行政院沒有像立法院報告這樣 所以我們的預算法裡面 就特別把這個應報告事項把它列進來 那這個如果列進來了以後 就有這個法院依據 就行政院就有這個義務來怎麼樣 來立法院做報告 那報告應該報告什麼 報告你的施政計畫跟稅入稅出的編制過程 這個是我們像現在立法院就在進行 這個施政總質詢的行政院長報告 那最主要根據就是這個 根據預算法的規定 要不然來講 你如果沒有這個規定的時候 其實行政院長是不需要來 不需要到你立法院 那如果有這個規定 預算法有這個規定 就有法院依據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審議的方式 那預算法也規範說你審查 我剛才有講 預算審查不是隨便查 其實它有規定說 哪些東西的話你可以隨便 但是哪些東西是你一定要查的 比如說最初規模 預算余錯或者是計畫績效優先秩序 這些的話是預算法規定 你預算立法院在審查的時候 你一定要審查的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說 這裡面來講我們說審查的方法 它只有預算法只有強調說 你要稅出規模 有沒有提到你稅入規模要審查 沒有 為什麼 是不是我們剛才在講公共理財的原則 我們是什麼樣 量出為入對不對 所以因為它是量出為入 我們一定特別要注意它的什麼 稅出的預算嘛 那至於稅入的預算有沒有那麼重要 就比較沒有 所以我們的預算法裡面 規定我們審議方法 它規定我們有些東西一定要查 其中有一個什麼 稅入規模的 稅出規模一定要審查 那可能有的人會想說 那為什麼有想說 預算法說稅出規模要 為什麼稅入規模沒有講 這個就是我們的 它的原因就是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所面對 預算審查是審查的什麼 政府預算它是一個公共理財 它是特別強調量出為入 所以說它是稅出是比較重要的 第三個預算法也明文規定說 你議決跟公布 應該在會計年度結束前一個月 結議15日前由總統公布 因為你立法院來講 你如果說是說 預算都沒有審查沒有通過沒有 我們剛才講說行政單位你的錢 如果預算沒有經過通過的話 你有錢也不能用對不對 那你錢不能用的話 你政務會不會就要停擺了 所以預算法的話 也規定說 預結算一定要在一個月前預結 十五日內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立法院就違法了 所以我們看到說 這個立法院你看到說一天到晚在杯葛 其實這個有的人看說 那這怎麼辦 其實也沒怎麼辦 反正到時間到法律規定的話 他們一定就會審查出來 所以我說立法院的話 我們一般人要講說 一般人看外行看這 看內行看門道 我們從電視上從媒體上看到 好像吵吵鬧鬧的 好像立法院一天到晚在杯葛 其實這個杯葛有很多 也只是一種他們的一個 一個方式 其實該做的事情 我們預算法都已經有想到 都已經有規範出來 所以到後來 該做的 他們可以杯葛很多 但是有些是法定規定 一定要做的 他們大致上來講 也不會那個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預算審查的 預算法也規定說 預算審查不是只有通過不通過 這兩個而已 這中間來講 預算法也賦予我們預算審查 多了一個 你可以附加條件或期限 這個 附加條件的話 就是說你可以說 這個經費我讓你過 但是我要求你一定要採取什麼 採取公開招標或什麼方式 或者是說我也可以要求說 你這個預算通過以後 你要在半年內或三個月內把它完成 這個是說也是預算法賦予他的 那第五個就是說 預算法也規定說 限制議題跟人數 審查的時候都限制這個什麼 這個我們審議的這個議題跟人數 所以說這個 這個預算法也怕說你立法院在審查的時候 這個立法委員叫什麼 天馬行空的什麼 什麼都講 這個天馬行空什麼都講 跟預算法講了一大堆 所以他也可以說 賦予這個什麼 審查的時候 立法院院長也可以 主席也可以什麼 限制你的議題還有發言的人數 要不然講講個半天都沒完沒了 所以我們從預算法這個規範 我們可以知道說 真的我們有時候在電視上看到的 好像立法院好像是吵吵鬧鬧 但是有的時候你給他看 其實那個吵吵鬧那是表象 還有後面還有很多的話 這些都是法律的規範 誰也不能夠移業這些啊 好那接著的話 我們第一方面跟大家介紹一些 預算的基本觀念以後 那我們再接著就是跟大家介紹 是預算書的一個範例 因為我們知道說 預算來講 這個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只是講一個概念 那預算的它的具體的呈現是什麼 就是在預算書 這個預算書來講 就像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講說會計的具體成果 就是在我們的財務報表 你做了那麼什麼 交易分路過張試算 做了那麼多 最後你要提供給人家就是 就是那張財務報表 你的資產會不會有損益表 那同樣的我們在講講說 預算講那麼多 那預算來講它的具體呈現就是什麼 預算書 那行政單位他要提供預算書給什麼 給立法院 立法院審查也審查什麼 這些預算書 那預算書的話 因為預算書是行政院下面沒有 所以是一百多本 像這個頁和上個頁的話 這個立法院的工友就開始推 那個像我那邊的話 就堆了一個櫃子的那個預算書 就是那個分量很多的預算書 那預算書的話 這個很多人可能去看 可能也不知道 那我們就把預算書的基本 雖然不同單位他編的預算書都不一樣 但是他基本的格式內容都是這些 第一個 預算書的一個封面 一定就是長的這個樣子 我這個是就立法院當然是中央政府 就是中央政府總預算 如果說是地方政府的話 縣市議會的話 那當然就是比如說 台北市政府的年度總預算 那當然他們就送到哪裡 市議會去審查 但是不管怎麼樣 它的內容的話 第一個一定是封面 一定是長的這個樣子 然後再來呢 它裡面來講一定有一個什麼 是木字 這個也是我們預算書裡面的一個內容架構 我剛才有講那個預算書的話 像我那邊現在拿到的預算書 有的預算書是薄薄的一本 有的預算書 像比較厚的比如說 像經濟部的預算書 經濟部的預算書 一本就這麼厚 但是不管你是薄薄的一本 還是厚厚的一本 它的內容可能是五花八門都不一樣 但是它基本上 它一定要有的分類的內容 就不外乎這個 第一個一定要有三個部分 一個是什麼 預算的總說明 第二個是說我們的主要表 那第三個就是戶數表 所以預算書的內容一定是 可能內容的多寡不一樣 或者是 因為各部會的業務性質不一樣 有不一樣 但是它基本上它的架構都是 包含這三個 總說明主要表跟戶數表這三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總說明的話 大概就是 通常就是一種文字敘述 就是說這些機關現在執掌了什麼 就介紹一下 這個是任何一本預算書都有個總說明 來介紹說它這個單位 或者是它編的預算 然後主要表 主要表的話大概有分為三個 第一個是什麼 稅錄的來源別表 就是稅錄部分 你一定要跟人家交代一下說 我這個比如說我教育部 我今年的稅錄有多少 那這些錢從哪裡來來源別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什麼 稅出的什麼 正式別 我錢我要用在哪裡 正式別就是說我要做些什麼事 所以有稅錄稅出 那因為稅出是我們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什麼 主要表還包括一個什麼 一個稅出除剛才的正式別 還有一個什麼 機關別 機關別就是說我這一個稅出的 我是用在哪一個單位 這個比如說我的這一個教育部 我用在技職師或者是高教師 或者是說像現在在推動十二年國教 我的國教師 國教署的這些哪些機關 這個是我們任何一個預算術裡面 都有這三個主要表 那再來的話就是附屬表 那附屬表的內容的話 就每個部位那就差異就很大 有的有的那個有的部位比較單 業務比較單純的話 他可能附屬表可能就十來張左右 那有的單位如果說他的業務 比較複雜一點 他的附屬表搞不好就上百張以上 那這個附屬表的話 這個都有很多 那我們比如舉個例子來講 講說附屬表 這只要針對剛才的主要表裡面 再做一些什麼補充的 像剛才有稅錄 我們可以把稅錄再做各種什麼 提要表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有關這一個 這個預算書的範例 我們跟大家做這樣子的說明 那現在也是我們下課時間 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十分鐘嘛 我們現在是43分 我們53分的時候再進來上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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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na